每周运势黑宝,忙碌依旧,摩羯座,失去逻辑,处女座,财运走低,金牛座。 处女座,增弧运势三颗星,事业上非常忙碌,尤其是自由职业者和创业者,上班族可能因为一些情感或琐事而分心,要分清,孰清孰众,感情上进入更理性的沟通阶段,但有些人必出现情色桃花,须擦亮双眼。 财运上可能有意外之财,迫使他人的财政支持,但也可能开销过大,利财和投资方面需避免操职过急。 学业上你的思绪严重不够用,慢慢失去逻辑,建议多多参考他人的学习经验。 金牛座,聪会意识三颗星,事业上更加愿意真情流露,说交方面也主动起来,但需避免情绪表露过于直接,或过度维护自我立场, 以免伤害到他人。 感情上你的心态变得有些毛毛躁躁,内心很想表达自我的心声,爱意,但可能行动上做不到。 财运上开始慢慢走低,有些人传迷于吃喝玩乐,有些人管不住购物的欲望。 学业上适合收集他人的想法,枉其建议,扬长避短是脱颖而出的法宝。 摩羯座,综会意识三颗星,事业上忙碌依旧,有许多事需要你去沟通,平衡。 本周过的是家庭职场两点一线的生活,感情上越来越关注家庭和房屋的事项,和家人互动较多,感情有所升温,情侣也更适合在家约会,感受甜蜜的家庭氛围。 财运上虽然可能感觉拓展收入比较困难,或者有些现金流方面的状况,但本周迎来更多拓展财路的机会。 学业上越是开始走高,有更多灵感投入学习,上班族需要提高业务沟通,或团队合作方面的能力。 点赞转发,人生开挂。